王羲之王羡之父子二人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但你知道吗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就是送朋友水果 先来说说王羲之 凤橘帖是王羲之写给朋友的手杂 仅有两行十二个字 上面写道 给您奉上橘子三百枚 还没到双酱 收获不是很多 此帖虽然字少 但字字挺立 各个不同 点画之间方圆互建 灵活多变 神贤太浓 意趣丰富 此帖与平安帖和入帖 装表在一起 是唐代双高填扩膜本 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无独有耳 王羲之的儿子王羲之 写有一副送礼帖 与其父的凤橘帖 有异曲同工之妙 送礼帖同样为信杂 也是两行 全文十一个字 不同的是 王羲之是在冬雪天 送朋友离子三百枚 也是三百枚 看来这送水果的习惯 是可以遗传的 我们看到送礼帖 有黑白影印本 有彩色本 有纯西密格本 那么真迹到底在哪里呢 或许送礼帖的故事 才刚刚开始 如月书间快乐书写 经典书法 九月书法主题 笔尖上的美食 将为你讲述 这些书法作品背后的故事 敬请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